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影王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自从我学了纪简之后呢 我经常会做一样事情 也就是刚刚我做完之后呢 家里人就说你在干嘛呢 我在忽然间意识到 原来我现在竟然经常会做这样事情 所以在临睡觉之前都穿睡衣了 给大家讲一下我到底 纪简之后我会做什么 也就是 我经常会对着我的抽屉 和我的这个柜子发呆 发呆 为什么呢因为 我看过很多很多关于纪简的片子 就是大家很多就讲的是 只留自己急需的 而这也是我一直很向往的 所以在我现在可以就是非常肯定的说 我是一个纪简主义者 就是我在向往这样的生活 那说实在的 那说实在的我以前大家都知道 我东西我也给大家照顾 非常非常多 可是在我一波一波的 纪简下来之后呢 可以说我已经送出去很多很多东西了 可是在我的柜子里边 我还是并不满意啊 当然这种审视呢 不要给自己带来压力 就是我们是一种愉悦的心情 一种让自己进步的心情呢 心态呢 去来审视自己的物品 并不是一种焦虑 哎呀怎么总是 还有这么多呀 不要以这种状态 而是一种享受的状态 而我呢 现在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在无意中 无形中 就会在对着自己的抽屉发呆 我现在我现在乐趣啊 就是拉开抽屉 然后对着抽屉就发呆 就我就会在 审视我的每一样东西 我就会看 这个笔盒里边啊 明明人家说 留一只笔 可能我平时也就用一只笔就够了 为什么我这里边要放三到四只笔呢 嗯 然后我就自己在脑子里边转啊 然后呢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 所有的就是那个医疗箱啊 维他命箱啊 然后就那种很多很多东西 里边有东西的 而且我经常会把一些 琐碎的小东西 就堆积在某一个位置 这是因为 这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好 所以呢 就会很 就会经常会把一些 小东西随手一放 但是自从学了极简之后呢 我给自己的方法就是 尽量缩减 放乱七八糟东西的范围 所以呢 我会在我的桌子上 放一个小盒子 所有的小东西呢 就会往那里边放 然后每隔一个星期呢 就会清理啊 整理啊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每次都有东西 所有的都有东西 往里边放啊 所以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 我要会经常去 审视我的物品 我希望大家呢 也和我一样 琐碎呢 真的是一个长远的 就是长久的作战计划啊 而是呢 要把这些变成 我们生活的习惯的一部分 而我现在呢 也就是 在审视物品方面了 就变成了一个我的 一种乐趣啊 然后可能有机会的话呢 我会把我的东西 一样一样拿出来 然后大家给大家照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来 学习 怎么样去审视 我们的物品 怎么样来去思考 就是以什么方式 来基建 来思考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说 我们人呢 其实你的思维方向 向哪个方向 你就会容易来 朝那个方向去做 而我们每次扔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 哎 这个东西有用 这个东西有用 所以呢 就很难会扔掉 但是呢 由于我看了很多 基建的片子之后呢 我现在思维就是 我要减少 我的目标就是 只剩一个支笔 一个尺 一个本 这是我的最终目标 可是为什么 我还是有这么多东西啊 然后所以呢 在我们看 审视我们的抽屉 审视我们柜子的时候 我们尽量所想的就是 我要减到某种程度 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我们去 来推动我们的行为 去让我们可以做到基建 而我前两天呢 我的客厅 又有一个柜子 又有一个桌子拿开了 而我之前呢 那个柜子放在那里的时候呢 我曾经也想过要拿开 就是我之前 又不是有个黑色桌子 上面会放的很漂亮的花吗 之前有观众朋友跟我说 那个桌子可以拿掉了 我说我也试过 但是不好看 然后呢 旁边的有一个圆桌子 是我们女儿经常在上面 写作业 看电视会用的 其实那个桌子 也很多余 很占地方的 但是我又不能把它拿开 因为拿开了之后 这个实用性就减少了 其实我要做基建 并不是为了只是基建 而是我必须要 在生活上面便利 通用 而且就是真正的是用到它 才是真正的生活 有助于生活 而不是只是单单的 我把它剪了 什么都没有了 是吧 那我昨天呢 不知道忽然间就 哎 想通了 我就把那黑色的桌子移开 然后呢 就把那圆圆的桌子 放到那个黑色桌子的位置 忽然间客厅变大了 就是那个效果 马上就把整个客厅 好像扩张了几平方米 这样的啊 所以有很多东西呢 平时我们整天用来用去 或者是我们之前认为 是不可能移开的东西 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哎 如果你一直保持住 这种极简的想法 你一直在思考 哎 我怎么样做 我才能真正的达到 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又极简 又可以 在想用的时候 又能用到 总之是脑子是在不停的转的 那你就会发现 每天你都会发现 很多东西 哎 昨天我舍不得扔的 今天我可以扔掉了 昨天不能移开的 哎 我今天可以处理掉了 这都是在于 我们一定要天天审视 每一分钟都在审视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物品 包括家具 包括哪怕是从一只小小的笔 也包括在里边 而做极简以来 我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 我收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东西在极具的减少的情况底下 家就是 就是无限的扩张 无限的变大啊 虽然呢 我还在其他方面呢 还是需要去学习 比方极简身边的人际关系了 极简身边的动物了 我家现在猫眼多 我现在在考虑 要不要极简掉某一只啊 我发现在这足够的空间里边 人多也好 猫多也好 都没有关系 在我勤快的打扫之下呢 他们一样可以在一种 非常干净和舒服的环境底下生活 这我想 我想可能是因为 我这人本身 真的是这个心态 还是有点 喜欢是囤雾的 喜欢热闹 喜欢忙的这种状态底下 所以呢 我觉得还并没有达到 还并没有真正达到 极简的状态底下 只是物品而已 但是呢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 等你真正的体验过了 非常烦躁 非常忙 或者非常热闹的情况底下呢 可能有一天就忽然间 啊 我不想要了 我想要 放松 我想要 很极简 可能我一只猫都不养了 或者治养一只 或者是我把家里的人 就是全部的清空 房子也不要租了 就是想给自己一个足够的空间 让自己走来走去 悠悠荡荡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不要排斥它 我们有些时候 经常会遇到问题呢 有时候解决不了 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想要把这事情给解决掉 其实问题呢 并不是解决掉就能解决掉的 而是有些 而有些时候呢 我们坦然的去 接受 然后呢 去体验 然后去享受这些东西 反而可能要比你 只是 直直的把它切除掉 所领悟的 所领悟和感慨的东西可能会更多 而当我们的物质也减少了 当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减少了 我们的身边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减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真正去享受你的生活 然后呢 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你自己的成长啊 自己的思维啊 你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好了 今天呢 就短短的视频讲到这里 主要是今天在这发呆的时候呢 被家人捉到了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蛮不错的 这个习惯也挺好的 我应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睡觉之前呢 给大家录一个小小的视频 给大家聊一下天什么的 好了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看到我的镜头 好像在晃动吗 其实因为风扇吹过啊 然后吹到这个架子的摇摆 我现在就坐在地上 特别热 我现在就坐在这里的摇摆 我们下期见到